班六 這是花博了 那麼開幕當天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晚上一個小時 十一萬發的煙火秀 陸續已經將煙火搬到基隆河旁邊 還有淡水河旁邊來佈置了 工人把大的像足球一樣 這個火藥裝上砲管 然後綁上隱信 整個過程是非常之小心翼翼 我們獨家的直擊 大稻城河畔整排煙火對準天空 錫波紙封住開口 花博開幕的重頭戲就靠他們了 花博煙火總設計師 仔細檢查每個環節 但可別小看這位阿兜阿 西班牙籍的Ricardo Kebler 是雪梨奧運煙火設計師 主持過多場國際煙火秀 得獎無數 不不 不 位置很貴重 位置很貴重 準備和設計都非常好 強調安全第一 11萬發的煙火 Standby 足球大小的火藥 放入砲管 這每一顆都能表演不同花招 紅頭呢 就是它發射出來的時候 它會生了一個銀尾 炸開的畫面的話 非常的大 它有兩次的炸開畫面 我們俗稱為植母彈 而且它會變八種顏色 我們俗稱為叫八重新的 怕爆炸時煙火會亂飛 大大小小的煙火 全部都用沙包固定好 加上國際級大師 親自操刀 畫保證花博開幕煙火秀 一小時演出絕對 世界級水準 這是黃美軍力教育台北 采訪報導